本期话题 人参果的功效与作用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 主任医师 人参果的功效和作用 人参果呢 它是一种常用的一种水果 第一个呢 我们讲 有一起神经的作用 我们可以就是 当成一种水果 来解壳 神经之壳 另外一个呢 它也就有一定的 就是神经之壳 也有点补移作用 比如健庇仪器 对胃肠功能的改善 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主要是健庇仪器 包括呢 还有就是 促进胃肠功能的康复 都是非常有利的 这种水果呢 就是说也有轻度的 那么通便作用 所以包括润肠通便呢 都还是效果不错的 所以就是大体上呢 它的主要功效有这些 人参果呢 因为这种水果 它实际上是 既可以当蔬菜 也可以当水果 就是说可以使用方法也比较多 甚至呢 还可以呢 就是说 做一些就是说 国谱都是可以的 所以它呢 使用用途也就比较广 那整体而言嘛 它就是说 还是一个就是 比较平和的水果 没有明显的就是 那种人群特别不能吃 所以就是说 一般来说 只要你就是不是过敏的 一般这种水果 也本身过敏的概率比较低 所以一般都是可以使用的 这种水果 就是那种水果 也就是它 这么种水果 就是我 我们的水果 也就是 我们的水果 也就是 这个水果 那种水果 也就是